这个老人由于高血压引起中风,生活不能自理,跑了很多家医院都没有效果,却被民间中医八天治好。 这位老奶奶姓葛,现年72岁,有一天晚上,有高血压的老人突发中风,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 儿子听到响声后,立马赶来,将母亲送到镇上的医院,四五天以后,母亲的症状没有得到缓解,已经不省人事。 儿子连忙将母亲转运到省城的大医院,在省城的医院里治疗了一个月以后,母亲的病情依旧是没有丝毫好转。 这时,同病房的一个老人告诉葛奶奶的儿子,自己的老公以前也是得了中风,被一名姓唐的中医治好了,可以带葛奶奶去试一试。 葛奶奶在儿子的陪同下,见到了唐光红,经过诊断以后,唐医生开了一个房子,让葛奶奶每天喝一副药,奇迹出现了。 八天以后,葛奶奶居然就能开口说话了,继续服用了二三十天以后,葛奶奶已经可以下床走路,中风症状也消失了。 这名老爷爷,以前也是一名中风患者,在医院里住了二十几天员,生活不能自理,没有丝毫好转,来到唐医生这里治疗,二十天后就可以自己下床行走。 类似于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,唐医生凭借其精湛的医术,治愈了上千中风患者。 唐光红出生于中医世家,从小便跟着父亲看病,父亲给穷人看病不收钱,在家里接不开锅的情况下,以草药为主食。 正是父亲的言传身教,从小唐光红就以治病救人为己任,刻苦研读医书,希望将来能救更多的人。 唐光红几十年来专攻中风,在家传药方的基础上,结合现代医学,发明了用于治疗中风的中药散剂,并且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。 如今,越来越多的人受益于唐光红的发明,成功治愈的案例也越来越多。 这就是中风专家唐光红的故事,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,咱们下期再见。